最美不过小羊 这条大鲤鱼给爷爷啃的都啃蒙了 爷爷爷爷对不起对不起 那我给您拿走吧 爷爷您平时肯定特别注意保养吧 这会儿是怎么说的呢 您看您这发质啊 它不仅乌黑亮丽 而且还特别柔顺呢 哎呀姑娘啊 不炫耀地跟你说 爷爷是这家敬老院里的乌烟族 老乡粉 干啥 没事了 孩子 是不是见着爷爷想家了 这咋还哭了呢 爷爷啊 我不是想家了 你脚的味儿让我有点想死了 这孩子还挺幽默 爷爷是汗脚 你屏住呼吸就没事了 屏住呼吸也不行了 关键它拉眼睛啊 爷爷我冒了个位置啊 你年轻时候是干啥的啊 哎呀 哎呀 这边对上了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们呢 你们赶紧走吧 爷爷们呢也该休息了啊 爷爷我们不累咱再趴一会儿吧 那走回去吧 走回去吧 回去吧 那爷爷我们走了啊 爷爷再见 爷爷再见 再见 再见 爷爷走了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出发 干啥去啊 你们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今天 今天 今天是我的生日 别闹 我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你说 今天是咱们敬老院 召开子女会的日子 咱也别闹去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们忘了 今天是咱们中国足球 提进世界杯的最关键一场比赛啊 咱们得上现场加油助威去 走 哎哎哎老张老张老张 你先坐先坐坐坐坐 我给你捋一下这个事 咱们敬老院现在风太严了 严令禁止讨论有关中国足球的一切信息 对太刺激 听了玩和坐过山车似的 整不好都容易过去 你咱俩别去了 炒酱头 咱俩走 我也不去 你又怎么的了 心情不太好 你怎么能心情不好呢 你千两天你跟我说 你跟那老张太太要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吗 别提这事了 他家里人不同意 现在的子女也太不争气 这老年人也有恋爱的权利吗 跟他子女没关系 那谁呀 他老头不同意 他老头没打死你就算你万幸 你还笑 时间全让你俩给耽误了 我还是现场连个线吧 你 你在那拿着手机啊 完了 这要是给抓着 完了完了 你俩的胆儿吧 老刘啊 现场怎么样了 老张啊 人山人海啊 老热了 保持情绪 我们这就到 张奶奶 您先歇着哈 一会儿我再来看您 完了完了完了 小万护士来了 千万不要看那些不该看的哟 看这些都护起来呀 爷爷们 干啥呢 哎 下下下 下下下下 下下下 这发老头太有乐器了 那个小万护士 这是我们研究的新玩法 那个你看啊 俩三 发财 相讯 四个二乍 活了 我输了 你真厉害 你真厉害 是挺厉害呀 就这堵神来了 看见你们都得蒙圈呢 那个小万护士啊 你不用蒙圈 张爷爷 这屋有我在呀 你就放心吧 你回去吧 张爷爷 就是有你在我才不放心呢 那个小万护士 你放心 我俩监督他 对对对 你快回去吧 我们再研究研究新玩法 行了 爷爷们玩着 我先走了 老张啊 比赛开始了 我跟你说 你再不来呀 希望我就站不住了 张爷爷 啥座啊 他们说我是水瓶座的 上升是青牛 月亮是双腹 行了爷爷 你就别编了 交出来吧 老刘啊 估计这是最后一次通话了 咋的了 手机被发现了 刘爷爷 哎呀这造型挺疯狂啊 阿拉雷啊 行了 你也别看了 收拾收拾出来吧 我现在就让你儿子 到体育场门口去接你啊 老张你 完 这还大一个 你说你怎么还敢看着中国足球呢 你啥身板 你自己心没数吗 有数 我那都是小病 冠心病 心脚痛 脑溢血 动脉硬化 疯狠狂还肥大 那也并不要能力 一把手机还伍就都好 还想要手机啊 咱们敬老院的规定都在这写着那三连五身的说 禁止讨论有关中国足球的一切消息 你怎么能顶风作案呢 这个手机现在正式没收 你们三个爷爷全愿通报批评 不是 我 给 给 我就说你不是好嘚瑟吧 这位手机被没收了 我看你咋整 哎呀 你俩不会天真地认为 一个手机就把我瞒住了吧 啊 这都要2046了 谁还没点高科技 中国队边都带球 折迈不见了 对发队员发现完球 中国队抢到了第一点 老球 中国队把球固定住 想中路渗充 好的 继续前沿 继续往里带 已经火锅的守门人 出门了 起球打门 又打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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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老江头 你摸摸 我心脏是不是不跳了 让老张给你摸吧 我先回去换条裤子 你俩到底去不去 不是 今天咱们愿意开子女会 孩子们来了 看不着咱们都得着急 被人发现 咱这老脸王哪哥 去不去 血 血 这么多废话的 准备出发 好 爷爷们 今天咱们 爷爷们这是要出国 还是要出家呀 老的要出吗 你不是那啥小伙伴 护士啊 咱俩出去溜达溜达 你看这不把我热的 那正好啊 子女会儿女们都来了 让她们跟你们一块出去走走吧 不用不用不用 那个我们自己溜达就行 不用陪 你俩怎么这么玩 你就不会告诉她咱要上现场看球 什么 上现场看球 对 明知故犯是吧 我管不了你们了是吧 行 有能管得了你们的 我现在就把你们子女叫上来 来来来 子女们 来来来 都上来吧 爸 我听说个事 我告诉你啊 不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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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 爸 是不是想去看球啊 不行 爸呀 咱能不能懂点事 听点话呀 你说你啥要求我没满足过你 唯有这个足球不行 你这身体能承受得住吗 能 能 能啥呀 别说你这岁数了 就我这岁数 看足球那都抽几回了呀 爸 身体是咱自己的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我懂 我懂 你问我 为什么还在看球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 中国球迷的足球棒 老哥几个 咱们一晃看球 能有七十年了吧 七十多年了 又爱又恨哪 来 你们看 还记得这场比赛吗 那我能忘吗 当时我就在你身后 孩子 别看你爸个不高 但是嗓门最亮 三天没说出来话 我赢 你看呀 世界背上 中国踢巴西 那个时候巴西 是世界上公认的世界第一 咱中国队有个小伙子 叫赵俊哲 他那一脚 险些刺穿了巴西的心脏 哎哎哎 老哥几个 看看 这场比赛 你们没忘吗 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 2001年10月7号 中国队第一次踢进了世界杯 对 就在咱们沈阳 孩子 中国足球啊 我等了你一辈子 我盼望了一辈子 我也失望了一辈子 但再有来生 我一定还会陪伴你们一辈子 好 啥也别说了 今天这场球 我一定得去 爸 我陪你去 陪你去 爸 我也陪你去 好 好好好 中国足球 我们来啦 中国队 下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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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阳 我们 出现啦 大家好 我是前博助队员 赵俊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